在清朝末年,宦官李莲英成为了慈禧的心腹太监,他平日里随着慈禧左右,见多识广,能言善辩,深受慈禧的信任和宠爱。 人们都说李莲英一定是生得美貌,才能够得到慈禧的宠幸,但是,最近流传出一张李莲英的照片,让人大跌眼镜,照片中的李莲英面容憔悴,满脸痘疮,毫无美貌可言。 人们开始猜测,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,才能够深得慈禧的青睐呢?经过一番调查,人们得知,李莲英并非生来美貌,反而是因为一件事情,让他成为了慈禧的得力助手。 原来,在一次与外国使节的会面中,慈禧碰到了麻烦,由于他不懂外语,无法和外国人交流,因此谈判陷入了僵局。 这时,李莲英走了出来,他竟然说流利的英语,与外国人交流自如,成功地解决了慈禧的难题。 慈禧深深地被李莲英的才华和机智所折服,从此对他格外关照,甚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,莲英。 从那以后,李莲英成为了慈禧的得力助手,处理许多国家大事,虽然他外貌丑陋,但是他的才华却是无人可比,人们纷纷感叹真正的美貌在内心深处。 正是凭借着自己的才华,李莲英成为了慈禧的心腹太监,长期服务于慈禧,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美貌固然重要,但才华更为重要。 1848年,李莲英在顺天府戴城县一户农家出生了,家中排行老二,原名叫李莲泰,刚进宫时改名李进喜,李莲英是后来慈禧给改的名字。 李莲英八面玲珑,会讨好人的性格应该是像他的父亲,李莲英的父亲在家中生活艰难无以为继的情况下,帮一位西夏无儿无女的远房叔父努力干活,后来叔父任他做干儿子,采取了一房,弃子成家。 后来这位干爹去世,失去了依靠的李莲英父亲,携七袋子搬家到北京生活,做制皮生意得以,勉强维持生计,被邻居称为皮萧李。 李莲英七岁那年,一次在外面玩耍时,不小心伤到了左膝盖,他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回家时,父母并未在意, 毕竟这个最贪玩的年龄,在外面磕着碰着了,很正常,穷人家的孩子不金贵。 谁知李莲英的膝盖伤,十天半月过去了,还未能自愈,反而逐渐形成了浓疮,这个时候,他父母急了,开始着急忙慌地带着李莲英四处求医。 没想到看过的大夫都摇头叹息,说看得太晚了。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,皮萧李得到一个消息,有一位拉着骆驼卖野药的人质外商狠灵,就在北京西支门外,他立即带着李莲英赶往西支门外求医。 见到那位卖野药的人后,那人说李莲英长的窗是人面窗,若是再拖下去,窗面就会长出鼻子和眼睛,到那时就要是无医了。 李莲英的父亲一听吓得一大跳,忙询问,大夫,孩子还这么小,是否还有医治的办法? 卖药人神秘一笑说,不要着急,幸亏遇上我了,用了我的独家密药,保证药到病除。 不过,身上的病好医,命里的病难治啊。 他一边拿药一边说。 皮萧李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了,忙问究竟什么意思。 卖药人告诉李莲英父亲,从李莲英的面向来看,这孩子长到十岁以后,必定会客亲人。 皮萧李大惊失色,忙问破解之法,那人给他指出了两条救命之路,要么出家当和尚,顿入佛门必栽改命,要么送进宫里,断去陈缘。 皮萧李听了半信半疑,带着李莲英回到家中,把事情和妻子说了,两人也摸不准卖药人说的是真是假。 随着李莲英膝盖处的浓疮用药后逐渐好转,最后完全康复,夫妻俩就完全相信那个卖药人的话了。 但要把孩子送走,下不了这个狠心。 就在父母左右为难之际,李莲英自己做了决定,进宫当太监,没准能有出头之日,不想当穷和尚青菜豆腐吃一辈子,就这样,几经折腾。 李莲英如愿入宫,机缘巧合之下,来到了当时还是异贵妃的慈禧的身边。 李莲英刚入宫,年龄也不大,不可能马上进身伺候主子,但她机灵,知道把握机会。 慈禧宫里有一个给她梳头的老太监,叫沈玉兰,是李莲英的同乡,知道慈禧想梳心的发迹,却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。 李莲英去看望老太监时,老太监就叫李莲英学习书发剂的方法。 李莲英知道这是个学习一技之长的好机会,每次都认真学习,老太监看在同乡的份上,倾其所有的,把自己书头的本事都交给了她。 没多久,就学有所成,老太监就把李莲英推荐给了慈禧,李莲英就开始专职给慈禧书头了。 说实话,当时给慈禧书头的太监,最最倒霉了,因为书得不对她的心思,矮板子算是轻的,李莲英小小年纪就知道风险与机遇并存,所以并没有下退,反而迎难而上。 李莲英暗下决心。 一定要输别人不会输的心事,让慈禧开心,把握机会出头,所以空余时间经常琢磨发型。 她还利用出工办事的机会,时常去北京八大胡同,与那些书头将打交道,虚心向他们学习。 而且她不甘心照搬照用,自己读出心采,一共研制出了二百多种心事发型。 后来,有一次为慈禧梳头,李莲英给她梳了个单缝朝阳的发型,此发型既挺拔又风流,还俊秀又好看,显得年轻端,慈禧端向了半天,越看越喜欢,就赏了她。 能让李莲英在宫中的地位,谁长船高? 还和她的高情商脱不开关系,戊戌变法后,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嫌隙,光绪帝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傀儡皇帝,而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清朝政权的执掌者。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意见不合,搞得朝廷中众多大臣有苦难言,纷纷选择了战队,有的人选择了位高权重的慈禧太后,还有的人选择维护正统皇权,坚定地站在了光绪帝的身后,然而,聪明的李莲英却选择左右逢源,哪边也不得罪,这就非常考验李莲英的随机应变的能力。 在八国联军发动清华战争的时候,慈禧太后无奈,只能带着光绪帝和朝中的文武百官开始了逃命之旅,在一年后的返京途中,慈禧太后本人旧寝之处是富丽堂皇,那李莲英住的地方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,但是光绪帝居住的环境就差得多了。 当李莲英去看望他的时候,发现光绪帝的房间竟然只有一张破旧的床,连床厚实的被褥都没有。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,光绪帝洞的瑟瑟发抖,李莲英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,于是跪在地上抱住光绪帝的腿大哭,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床褥分给了光绪帝。 这样的举动让光绪帝非常感动,在慈禧太后掌权的情况下,自己一点地位都没有,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大臣,愿意为了自己做出如此的举动,甚至于在后来,光绪帝每每回忆起这件事,都会对李莲英赞叹有加,并且感慨道,如果没有李莲英的话,自己可能也活不到现在。 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两人支持的李莲英,在朝中可谓权势滔天,但同样的,李莲英非常聪明,虽然自己有了极大的权力,却仍旧选择帮助身边的人。 当慈禧太后生气惩罚身边的人的时候,李莲英总是会站出来为他们说好话,这也让李莲英在朝廷中口碑非常不错。 由此可见,李莲英的成功并不是偶然,虽然他满脸浓包,但凭借着自己的高情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,依旧让自己在宫里混得风生水起,虽然他表情阴狠,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拍照要保持严肃庄重,所以略显僵硬罢了,并且根据那些流传下来的关于他的事迹,便知道他其实也是个好人。 做人是一门学问,咱们国家有句老话叫做智刚一蛇,上山若水。 这也教会了,我们在生活中,做事不能过于锋芒毕露,要谦虚低调,目光长远,脚踏实地,只有这样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得以保全自己。 1908年,慈禧太后去世,李莲英做了三件事情,一是向龙玉太后献还了慈禧数十年来的赏赐职务,二是为慈禧太后首相百日,三是隐退。 1911年,李莲英去世,十年六十三岁,龙玉太后赐银一千两,为丧葬之资,相比大搞太监娶妻闹剧的安德海,聪明能干,原华事故,时时物质进退的李莲英,似乎更为高明。 一生受宠,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。